第一位 陳志全議員 那個是本人 上一次財委會開會的時候 我是白紙黑字提出過和陳偉業議員 今天這個動議 意思一樣 內容九成相似的動議 但是當時主席是自己決定 不用印給各位委員 我記得黃碧雲議員是說想看看 但是主席是不印 我讀一次都不給 但是為什麼今天主席又處理陳偉業議員這個動議呢 大家知不支持這個動議是另一回事 但是可不可以還我一個公道 為什麼陳偉業議員的動議就處理 我的就不處理 是不是他大聲點 他惡點 你就做 我好欺負點 你就不做 不是 是不是有個雙重標準 如果出現了這個雙重標準 你今天回答不了我這個問題 為什麼上一次不處理我這個問題 今次處理陳偉業議員 其實我是善意的 我也希望主席去考慮這件事 如果當時你處理了 今天就可以繼續很暢順地開會 第二就是主席你說 你沒有投票權 你的權小一點 這個就是混淆市政 當然主席權是大於投票權 如果不是我們需要什麼犧牲投票權去選主席呢 投票權就是一票 主席權是可以控制議員的發言次數 裁決議員的發言次數 裁決時間 裁決哪些相關哪些不相關 大家看看過去主席主持的會議 他是做政府代言人 幫政府回答議員問題 政府明明沒有回答 他說答了 就幫口 還解釋政府的答案 是不是 有證有據的 那我怎麼能夠 相信主席你 在有這個利益關係 就算不利益關係 但是我看到這個表現 我都覺得你不適合 在這個議程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是沒有申報的 背後 是有利益關係 還是搓著動氣 我是要幫政府 你們現在想搞它 我是要幫它 這樣已經是不公道的了 所以 一早 你跟我的建議去處理了問題 就不會有今天 但是你都應該要給回一個 一會兒如果主席你再會發言 你要給回一個答案給我 當時為什麼 不只不處理 是沒有給充分的解釋 只是覺得你決定沒事 不用理會 這樣就算 我回答下一個 之前很簡短回答你 我被署署會 根據規程回答你 稍後他會回答你